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上一部影片和大家分享了 本作閃光寶可夢的機率和機制 但是 經過熱心小夥伴們的熬夜實測後 今天來推薦使用反復進出村莊 來高速的刷新閃光寶可夢 所以接下來分享一步一步具體的 如何正確又最有效的刷閃吧 如果你是想要了解本作閃光的機制 以及如何提升閃光的出現率 還是可以參考上一部影片哦 第一步 關掉手動存檔 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的 按上方向鍵 按ZR到這個分頁 選擇設定 自動保存關掉 也建議將效果音拉滿來方便聽到閃光哦 第二點 刷出大量出現的現象 來到村莊門口和NPC對話 看一下是否有提示有大量出現的情況 沒有的話就隨意選一張野外的地圖 再次左轉回到村莊 反覆的進出村莊 一直到NPC提示有大量出現為止 第三步 進入到有大發生的野外 在基地營這裡手動存檔一次 這裡是我們的手動存檔點哦 終於是在村外存 而不是在村內哦 第四步 去看有沒有閃 減號打開地圖 看一下大發生的具體地點 一次大發生大概有10-20隻寶可夢 但是會以一組4隻來出現 每當有一隻被捕捉或者嚇跑了 才會刷新一隻新的出來 而且閃光並不一定在第一組就出現哦 第五步 如果你遇到的是膽小的寶可夢 例如大舌頭 幸福蛋這些不會攻擊到 你可以選擇全部捉起來 或者是全部嚇跑 讓新的寶可夢不停的刷出來 看有沒有閃光 如果遇到閃光了 第一件事不是捕捉 而是馬上手動再次存檔 這樣如果等下失誤 導致閃光跑掉了 我們可以獨檔回到看到有閃光的那一個時間點 再次的嘗試捕捉 這個時候的S&L是不會將閃光刷沒的 如果你將全部的寶可夢都刷完了 還是沒有遇到閃 請不要去進出村莊哦 因為進出村莊只能刷新 還沒有被捕捉或者嚇跑的寶可夢 你是要做的 大退遊戲 重新獨檔 回到第三步 剛抵達基地營的那個時間點 先不要早急去大發生那邊 因為這個時候獨檔出來的 會是和剛剛同一批沒有閃的寶可夢 我們要去進出一次村莊來刷新 其實每次進出村莊 都是有一定的機率會將大刷新整個刷不見掉的 有時候進出10次都還是同一種寶可夢在大發生 有時候進出2次就換人了 有小夥伴分享 如果你人去到大發生的地點 讓畫面上方出現這行發現的文字 可以將大發生鎖定不消失 但是我實測了很多次 其實並沒有這個效果 在影片的結尾我也會附上關於這一段的實測 所以 如果你是特別想刷某一種的寶可夢 進出村子卻導致物種改變或者消失了 就再次S&L獨檔回到基地營 重複一次進出村子的動作 祈禱大發生的物種不要發生改變吧 第六步 如果你遇到的是攻擊型的寶可夢 不怕麻煩的話就可以一隻一隻的捉掉 但其實攻擊型的很耗時間 只想刷閃的你 建議只看第一組的四隻有沒有閃光 我們可以遠遠的觀察一下第一組的四隻 如果第一組沒有閃光 就傳送回去基地營 直接進出一次村莊 就可以刷新第一組的四隻寶可夢啦 總結一下更新版本的刷閃流程機制吧 第一 依靠進出村莊來刷新村外的寶可夢 第二 進出村莊刷新的是還沒被碰過的寶可夢 被捉過的和被嚇跑的都不會刷新 例如這一次大發生攻擊15隻寶可夢 你捉完了10隻 那進出村莊就只能刷新剩下的5隻而已哦 如果想要15隻全部重新再來 就要S&L獨檔 然後進出村莊刷新一下 第三 關於看到發現大量出現的這行文字 是否能讓大發生的物種鎖定 這裡我有實測了幾次 這隻坦克臭幼 我並沒有實力的去看文字提示 只是在基地營反覆進出了10次 它的大發生都還是在的 但是 這一次的疙瘩鴨 我每次都有跑過去看它們 讓上面的文字提示出現 但是在第三次回村的時候 疙瘩鴨的大發生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實地考察 來鎖定大發生的事件 我也有試過 特意抓起來一隻 嘗試將大發生保持在一個進行中的狀態 但是進出一次村子也還是消失了 所以如果把你大發生的物種刷不見了 就嘗試重新讀檔吧 非常感謝熱心小夥伴們的實測 還有和我耐心的分享經驗 鞠躬表示感謝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 更多關於奧爾周斯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